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 顾梁 出事到现在你都不听我解释 还带着一个什么小演员 像什么样子 我跟苏妍什么事情都没有 这一号你做了那么多年了 角度和偷拍的套路你不知道吗 这都是批的 批的 如果那些照片都是批的 你早就告他们了 姜律总 我们俩有话就直说吧 我也不是不能帮你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故隐的男女主角 就用白针和路染 永远选藏骨素颜 这 这不是逼我吗 姜律总啊 时间不早了 您还是请回吧 你走吧 顾梁 你为这个小半脸这么对我 你等着 他怎么说 一个男人 男人 没想到他那么去 这么快就跟别的男人搞上了 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怎么 你心疼了后悔了 怎么会呢 我只是觉得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还跟我提那样的要求 什么要求 苏妍 退一步海阔天空 要不我们就答应他吧 他说了 只要把物影的男女主角 让给陆远和白针就可以了 那我呢 我怎么办 你一定要做演员嘛 顾佳和江佳这么多工作 你哪个不能做啊 江云泽 你别忘了 我才是顾佳的情骨肉 你这么对我 因为就可以安安入室了嘛 我这个人也做了 我真视之后 你可以做事吗 我先做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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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做事吗 我先做事吗 我先做事吗 你欢迎你 我先做事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